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北市以及全国的民众们 大家牺牲了一度的活动 以及所有的不方便带来经济的伤害 大家同心协力 做过辛苦的意义 最感谢的是要谢谢 我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代表着 警消医护以及各行各业 为我们守护我们的安全 让我们能够让疫情稳定下来 但是在面对未来的岁月里面 我们看到现阶段全球的疫情 仍然不断的在信念 以及台湾在纷纷扰扰的征端当中 这一切我要在这里祈求希望 所有的不平静 所有的对抗 仇恨 以及不安宁 一切都能够放下 都能够一切平安 我们要在这一块土地 所有的全国以及新北市的好朋友们 大家不但要互相宽容体谅 大家要攜手团结在一起 共创台湾未来的近岁月 这在我的平安月 是所有人衷心的期盼 也是我们今天在唱 我们的平安诗歌的过程当中 也是全台湾人最期待的 我们要拥有一个 安静 平安 快乐的明天 谢谢大家